那第三道防线执行者是谁 是由淋巴球执行 这个名字秘密得真好 淋巴组织跟淋巴器官 里面的细胞叫淋巴球 很好吧 那淋巴球呢 在我们动物身上有两大类 淋巴球都来自于骨髓 这我要先解释 骨髓不是造血吗 造血造什么 造红血球 造白血球 造血小板 这个大家从国中读到现在都知道了 那为什么跟造血有关 因为淋巴球就是白血球的一种 执行免疫的血球细胞 叫做白血球 其中一大类叫做淋巴球 淋巴球就是一种白血球的名字 白血球来自于骨髓 这个逻辑下去 淋巴球来自于骨髓 不就通了吗 淋巴球都是骨髓来着 那淋巴球这样来自于骨髓 可是我后面有个小小的补充 但是在胚胎时期是来自于肝脏的 这个是我的补充 你出生之后骨髓才开始造血 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你在胚胎半月时的时候 其实肝脏在造血 那时候你的骨髓还没成熟 出生之后肝脏才开始不造血 改由骨髓造血 这样的转换 所以既然造血改了 淋巴球的来源哪有可能改 那我们身上的淋巴球有两种 一种叫B细胞或叫B淋巴球 另一种叫T细胞或叫T淋巴球 就是两种淋巴球 那这两种淋巴球怎么来的 名字怎么命名的呢 我这边说明一下 早期人类在研究动物的免疫系统的时候 不是一开始就拿哺乳类做实验的 有一些免疫学家是拿鸟类做实验的 他们就发现鸟类的血液中 有一种很特别的细胞 这个细胞会执行免疫反应 而且是第三道的后天的专业性免疫的 而他们就当时就知道这个细胞叫B细胞 因为它来自于这个器官 Bursa of Fabricius 我们一般翻译成 法式囊 这囊的简体字 鸟类有法式囊 在它的肛门那附近 人类没有 好当时就是因为 这个细胞好特别哦 它执行第三道的免疫防御 那叫B细胞 为什么叫B细胞 因为它来自于这个器官 Bursa of Fabricius 第一个字是B啊 就叫它B细胞了 来自于法式囊 囊是Bursa Bursa是B开头的 那后来发现 人类也有这个细胞耶 啊糟糕 人类没有Bursa of Fabricius 我们没有法式囊 那我们还可以叫B细胞吗 还好 我们的B细胞来自于骨髓 骨髓叫Bomero 也是B开头的 跟鸟类的B细胞是一样的细胞 我们也叫B细胞 哦好家宅 不然人类叫一个名字 鸟叫一个名字 不是很乱吗 都叫B细胞 或叫B细胞 只是鸟类的B细胞 来自于Bursa of Fabricius 我们来自于Bomero 骨髓 大家笑什么啦 原理很简单 鸟类的骨骼 中空没有骨髓 所以鸟类为了产生B细胞胞 它要演化出Bursa of Fabricius 法式囊 那是好笑的 所以骨髓B细胞讲完了 那T108球 那T细胞怎么来的呢 哈哈 T细胞当然来自于骨髓了 但它骨髓出生之后呢 它会移到胸腺去成长发育 胸腺 胸腺 心脏前方 那个叫胸腺 英文叫Symus T开头 所以我们才叫它T细胞 或叫T108球 所以这个名称B或T 是它发育的位置 你在骨髓发育 你叫B08球 你在胸腺发育 就叫T08球 就这么简单 我们第四道防御就有两种 淋巴球 B与T 那我们看这个四一图 这个是骨髓 它属于淋巴组织的骨髓 骨髓会有造血干细胞 造猪 红血球 血小板 还有白血球 其中一类白血球 有一些白血球 留在骨髓里 直接在骨髓发育 成熟成B细胞 另外一类呢 会跑到胸腺 在胸腺发育 它就是T细胞 如果以人类比喻来讲 你在家乡出生 就在家乡受教育 直接去上班的 你就叫做B细胞 或叫B08球 但如果今天你在家乡出生 但是马上就离开家乡 去技术学校上学 那个技术学校就是胸腺 你在那边受教育 在那边长大 你长大之后呢 就离开了学校 去公司上班 你就是T08球 那个所谓的公司 上班的公司 就是脾胀 或其他的淋巴结 执行免疫反应的 淋巴器官或组织 就是淋巴结 淋巴结就是你上班的公司 你的家乡就是骨髓 我出生于骨髓 那B细胞 骨髓出生 骨髓长大 T细胞 骨髓出生 胸腺发育长大 其实胸腺 比较好的比喻 是军事学校 训练你当杀手的 这个我们到高三 还有机会再跟大家提 胸腺的功能 反正就是B跟T 就叫两个路径 好的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